而且Cookie也是我们作为前端开发 比较常见的一个东西 那到底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怎么去实现登录的 它到底为什么是登录的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就从Cookie的一个介绍去看起 首先什么是Cookie 我们在那讲一下 另外呢是GS怎么做Cookie LiWn7中怎么查看Cookie 这两个呢 可能部分前端同学都已经比较明白了 如果是你很了解的话 这会儿你就快进一下 然后呢是所有端搜到Cookie实现登录验证 第三步是我们算是本节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就是这也是我们要实现登录和登录验证 登录验证的一个比较算是第一步吧 然后我们就先从这三个步骤开始看 什么是Cookie呢 说白了Cookie就是存储在浏览器的一段自乎串 Cookie是浏览器或者客户端 它需要保管的 它要保管一段自乎串 这个自乎串最大一般是5KB 自乎串吧它有长度对吧 最大是5KB 再大了呢就不行了 所以说Cookie它是有大小限制的 大家注意 就Cookie里面呢 大家不要写软件包的特别多的东西 只需要记录一些核心的东西就可以了 尽量做到每 尽量做到这个自乎串呢 尽量的短尽量的小 当然是在保证安全的前线下 然后呢是跨域不共享 什么叫跨域不共享呢 浏览器它为每个域名都存出来一段Cookie 比如说你这个浏览器打开一个窗口 你的浏览器可能每天都有访问很多的域名 访问很多的网站 那浏览器呢 都会为每个域名每个网站存储一段Cookie 比如说你 这时候打开了一个窗口 访问淘宝 它就会把这个淘宝的Cookie找出来 然后进行什么样的操作 这个时候你打开另一个窗口 访问百度 然后它就会把百度的Cookie找出来 然后进行个什么操作 它们之间是这个 Cookie是要进行隔离的 跨域之间是要进行隔离的 格式呢是这样的 Cookie的格式它是个自乎串嘛 对吧 自乎串是一个非结构化的一个数据 它不像JSON 不像XML 它是结构化的数据 自乎串本身是非结构化的数据 我们如果想让它存储结构化数据呢 我们就必须自己做一个潜规则 自己做个规定 对吧 那我们就用这种规定 K1等于V1 分号 K2等于V2 K3等于V3 这样的话呢 这个Cookie就可以结构化了 对吧 也就是说每个分号对应的就是一个项 每个项都有K和Value 这其实就类似于我们 那个哈希比尔或者说GS对象里面 那个KValue的那个数据 就可以结构化了 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存储 自己想要存储的数据了 这个格式大家记住 因为我们在最后Sero端解析Cookie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种格式去进行解析 接下来 每次发送HTP请求 会将请求域的Cookie 一起发送给Sero 什么叫HTP请求呢 比如说我们客户端一开始请求一个HTML的网页 包括请求一个GS 请求一个图片 请求一个CSS 请求一个字体文件 就是发送阿杰克斯请求 发送Guy的请求 发送Post的请求 都是HTP请求 对吧 每次请求 他就会将请求域的Cookie 发送给Sero 这个请求域的Cookie是什么 是本次请求的请求域 比如说你在淘宝中 请求了一个百度的一个GS文件 或者说CSS文件 这个时候的请求域的Cookie 请求域是谁呢 请求域就是百度 对吧 虽然说你当前路软器访问的是淘宝的一个界面 但假如说淘宝中 请求的是百度的一个 HTP请求 那这个请求域就是百度的请求域 所以说 这次请求发送的Cookie是什么 一定是百度的Cookie 你不可能说淘宝的页面中 请求一个百度的一个GS文件 然后把淘宝的Cookie发送过去了 那就完了 那就是流软器的漏洞 这个很危险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把淘宝的数据 泄露给了百度 这个非常危险 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不会发生 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 然后所有端可以修改Cookie的值 并返回流软器 这个是肯定的 要不然的话 Cookie如果只给客户端操作的话 所有端不能修改 那为什么要把它传给所有端呢 对吧 你传过去之后 它也不能修改 那就意义就大减了 如果是真的这样 如果所有端真的不能修改Cookie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登录 也没法去实现了 因为登录的逻辑 说白了 还是在所有端进行验证的 你到底能不能登录 那我得去数据库里面 去验证一下 你的用户密码是不是正确 然后再说你登录的问题 所以说所有端 肯定是可以修改Cookie的 然后并且返回个浏览器 然后这个返回浏览器 怎么返回呢 就是每次发动 这个ATP请求 它都有一个Request和Response 对吧 Request的时候 就发送的时候 把Cookie发过去 然后Response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 所有端修改的Cookie信息 返回浏览器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浏览器也可以修改Cookie 通过JS修改Cookie 但是是有限制的 这个限制呢 我们后面会再说 我们后面会讲到 大家这儿可以先注意一下 我们后面会讲到 Soro端 比如说登录完成之后 修改了Cookie 返回浏览器 这个时候我们并不希望 浏览器能把这个Cookie的车给改掉 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 所以说我们就在 通过某种方式 在Soro端 去把一段Cookie给它锁死 让JS能修改和能获取 这就是所谓的限制 这块呢 大家可以先有个印象 然后我们在讲到后面的时候呢 我会详细的说 怎么去实现 好 这就是Cookie的一个 我列了六条 一共列了六条 我觉得这是Cookie的 最关键的几个概念和特点 这几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理解并且记住 然后我们看一下 之前讲的一个例子的一个减数 当然这只是举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 百度.com 外面是浏览器 浏览器打开了好几个窗口 比如第一个窗口是百度.com 然后百度.com呢 它肯定要请求百度的服务器 对吧 然后这个K1等于V1 K2等于V20呢 这个是我自己随便写的个例子 实际中不可能有这种效果 当然它格式还是一样的 格式还是这种 K等于Value K等于Value 这种格式 然后如果是百度的网页 请求百度的服务器的时候 它肯定是把百度的这个窗口给带过去的 然后同理 淘宝的网页 请求淘宝的服务器 也会把这个窗口给带过去 同理 QQ.com的网页 请求QQ的服务器 也会把自己的窗口给带过去 但是有一个特殊之处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淘宝的 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例子 比如说淘宝的网页 它中间假如 防卫了百度的一个servor 不管是一个阿迦克斯 还是一个 请求一个图片 请求一个gs文件 请求一个css样式 请求一个字体文件 都可以 然后它都会什么呢 它都会 就淘宝的这个页面中 如果嵌入了百度的servor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会把这个蓝色的这条 反过去 也就是说这个蓝色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百度的一个cookie 给了它 同理 如果淘宝的页面中 假如说 它请求了一段 QQ.com的一个文件 它会把 浏览器会把 QQ.com的cookie 给带过去 这个大家觉得很正常吧 对吧 因为反过来说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如果在淘宝.com下 访问的是百度的一个 gs文件 或者css文件 这个时候 如果把淘宝的cookie 带过去 那就成问题了 对吧 那样的话 相当于是把淘宝的cookie 泄露给了百度 如果真正在的话 这个浏览器就不能用了 这样这个浏览器 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说 这是这种机制 就是说 每次发送请求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 该请求域的 这个cookie 给它带过去 而不是看这个网页 是什么样子的 而看这个请求 它请求的是 哪个sore 哪个域 就把哪个域的cookie 给它带过去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客户端gs操作cookie 我们说的客户端 基本上这摸的就是浏览器 浏览器操作cookie 那肯定就是通过gs来操作 对吧 因为浏览器的动态语言 就是gs 然后 首先看一下浏览器 查看cookie的三种方式 我们后面会演示 然后再看一下gs 怎么去查看修改cookie 有限制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至于什么限制呢 我们后面会有详细的演示 好 我们就看一下 我这儿呢 开了一个 Chrome 浏览器的 一个隐私模式 因为我不开隐私模式的话 cookie中会泄露 我一些格兰信息 所以说我开了隐私模式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比如说我请求这个 by-do.com 我们请求by-do.com 然后它里面的cookie 信息比较丰富 我们正好去接来演示 我们看一下 浏览器能查看cookie的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很简单 这个影片请求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每一次请求 是不是都带来cookie了 比如说我们请求的 这个by-do.com 这个网 一开始刷新的时候 请求了这个 by-do.com 这个网页 它返回的是一个网页 然后这个网页 大家看 general 大家就不看了 然后response 是返回的吧 request是请求 大家看一下request是不是 cookie 是吧 这就是cookie 大家看一下cookie 是不是一个key value的值 大家看 这是key 这是value 对吧 这是key value是这个 到分号这 然后这又是key 这又是value 对吧 然后这也是key 这又是value 其实你的这个cookie的值 或者cookie的值 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cookie和 个人信息有关 其实我这做 其实有点危险的 这里面 虽然说我 用了这个隐私模式 但里面可能还会 报道我的一些个人信息 希望大家不要去 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好 这就是一种方式 对吧 这是发送请求的时候 往服务器传的一个cookie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请求回来的时候 sorrow端改了cookie 返回个旅转器 是这样 它一般是从这个 response headers 里面这个set cookie里面看 这个值是什么意思 大家不用管 就是你先知道 它是可以修改的 比如说 这个时候我请求了 这个网页 然后sorrow端修改了cookie 把这个复制成零 让pass复制成斜线 domain复制成 .w.com 这些 以及后面还有后几个 好 这就是一个请求 客户端 把当前预的cookie 发送给了sorrow端 然后sorrow端呢 又做了一些修改 返回个客户端 客户端就会有生效 对吧 好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Chrome工具里面 这个application 进来之后 看一下这个storage 底下一个cookies cookies有个域名 找到这个 你自己的 刚前访问的这个域名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cookie解析出来的值 我们看一下 name是cookie的名字 value呢 就是cookie的值 然后domain呢 就是这个cookie生效的 一个域名 pass呢 是cookie生效的路径 全部是根路径 根路径就说明 我们在这个域名的 任何网页下 比如说 这个网页 我们就不访问了 因为可能没有 然后这个路径下 都可以去生效 都可以生效 然后这个xvirus和maxage 就最大时间 它是标明了这个cookie的一个 有效期 这个地方是size 就是大小 是标明了cookie的 所占的一个空间大小 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 好 我们这样呢 就简单的先做一个了解 其实有些详细的信息呢 大家也不必太掌握 我们后面在讲的时候 会把一些需要掌握的信息 都给你讲出来 这些现在就做个了解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在控制台中去 document.cookie去查看 OK 大家看这个地方 查出来这个cookie的这个值 基本上和我们 这个地方的值是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是通过gs查看cookie 当然gs查看cookie 是有限制的 我们后面会 再说它怎么去 所有端怎么去控制 这种事情 好 然后呢 这是三种查看方式 一种修改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gs可以修改cookie 比如说我们可以 自己加一个cookie 就document. 刚才访问document.cookie 是这么一个值 对吧 它是一个很长的字符串 当然是一个 有kvalue kvalue结构化的一个字符串 那我们可以 比如说 这个东西 我们能不能去 自己去修改复制 把它给删掉呢 是不行的 我们可以通过累加 这种方式比较特别 累加的方式就是说 我只需要这么 比如说k1等于100 我只需要这么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弄一个 k2等于200 好 大家看这个时候的document.cookie 是什么 document.cookie 前面还是之前的值 然后后面 它又追加了个什么 k1等于100 k2等于200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每次执行这些 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它其实就是一个累加的一个过程 把你想要加的cookie 累加上面就行了 当然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演示 真正情况下 我们在客户端修改cookie的情况 并不是特别多 客户端基本上 特别是现在有了这个 这个地方 logo storage logo storage 本地存储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cookie 基本上 就是这种本地修改cookie的情况 基本上不会特别多 所以说 这儿呢 我们就先简单的做一个 验证和测试 真正什么时候需要用到 我们再说 也可能是用不到这种 API 但是大家要知道 比如说你临时想要在本地 加个cookie的话 你就可以这么加 对吧 好 OK 我们回到PVT 然后这一步讲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 就是扣端 操作cookie 以及cookie的概念 我们都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 讲一下 sour端怎么做到cookie 以及我们这个cookie 怎么去做登录的验证